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C罗里队,黄马队内出现了新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金球先生空缺的局面,在过去整整18个年头里,黄马队内始终有一名以上的金球先生、金球奖或是金足球先生作证。 然而,这种局面在这个夏天改变了,黄马的金球传统金球奖,是由法国队报七下杂志法国足球自1956年起举办的一个奖项,既在授与每年度最优秀的欧洲足球运动员。 1995年,该奖项的评选对象放宽为效力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成员国所属的足球志乐部的球员。 到了2007年,该奖项的评选范围,扩展为全球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世界足球先生,是国际足联赛在1991年创办的,用于表彰全世界年度最佳足球运动员的奖项。 在1991年之前,金球奖是世界足坛最致盛名的个人奖项,在1991年到2009年之间,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并存,都是体现球星价值的奖项。 2010年,国际足联将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合并为国际足球联合会金球奖,一直到2015年,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合二为一,存在了6年。 但在2016年,国际足联宣布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取消合并,恢复到2009年之前的拼选规则,因此,在新世纪以来,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称号,都是国际足坛最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奖项。 而黄马自2000年以来,始终拥有一名以上的金球先生,获得过金球奖或世界足球先生的球员。 2000年夏天,北哥从巴萨转投黄马,同年底,就为葡萄牙逐他民宿,作为黄马球员,荣获金球奖。 2001年夏天,奇达妹从游轮转会黄马,此前,奇达妹已经先后获得1998年和2000年的世界足球先生荣誉。 在这一年年底,北哥作为黄马队员,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称号。 2002年夏天,罗纳尔多转会黄马,在这一年年底,罗纳尔多申批黄马球衣,成为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双量得主。 2003年底,奇达妹作为黄马球员,获得该年度世界足球先生称号。 2004年夏天,黄马引进英格兰球新欧文,该年年底,黄马成为同时拥有奇达妹、费哥、罗纳尔多、欧文等多位金球奖获,世界足球先生的银河战舰。 2005年,虽然欧文在这个夏天离队,但黄马仍然同时拥有费哥、奇达妹和罗纳尔多三个金球先生。 2006年夏天,黄马引进了刚刚读得世界杯冠军的卡纳瓦罗。 在这一年年底,卡纳瓦罗成为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双量得主。 作为意大利队队长,卡纳瓦罗在这年夏天的世界杯上发挥完美。 因此,尽管奇达妹和费哥在这一年夏天先后退货离队,但黄马在这一年年底,依然拥有罗纳尔多和卡纳瓦罗两位金球先生。 2007年,罗纳尔多在东庄离队,到卡纳瓦罗保留了黄马的金球火种。 2008年,卡纳瓦罗依然在黄马效力。 2009年,黄马再次引进金球先生,卡卡和C罗先后在这个夏天登陆伯纳乌,前者是2007年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双量得主,后者则包揽了2008年的个人荣誉。 两人在同一年加盟黄马,是的,在这一年年底,黄马再次同时拥有两名以上的金球先生。 而从2009年开始,C罗逐渐成长为伯纳乌的旗帜,并在这里先后次次获得金球奖或世界足球先生,使得黄马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C罗离队,谁会是黄马的金球先生? 上周,国际足连公布了2018年度世界足球先生的候选人名单,分别是C罗、德布劳内、格列兹勒、阿扎尔、凯恩、梅西、莫巴佩、莫德里奇、萨拉赫和瓦拉内。 这个奖项将有球迷、国家队主帅和队长,以及200名知名记者投票产生,最终结果将在9月24月公布,名单上的这10名候选人,阿扎尔、德布劳内、凯恩和萨拉赫,都缺乏独够的重大荣誉。 虽然比例是打入四强,但阿扎尔和德布劳内的俱乐部的荣誉,并没有欧冠那样的重量级来的有收服力。 凯恩也是如此,世界杯金球奖,并不能掩盖他的俱乐部荣誉方面的匮乏。 萨拉赫更是如此,一个突出的英朝赛季,一个连赛金球,远远不足以让他赢得投票的主动权。 而格列兹奈和姆巴佩,虽然是世界杯冠军得主,但他们在队内,都不是绝对突出的核心人物。 法国人才积极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格列兹奈和姆巴佩的人气。 萨拉内虽然拥有欧冠和世界杯两个重量级冠军,但无论是在荒马,还是在法国国家队,萨拉内都不是核心球员,因此,名单上具有竞争是世界足球先生的球员。 还是仅有梅西、萨拉和莫德里奇。 目前来看,已经获得世界杯金球奖的莫德里奇,在世界杯期间成功吸反。 加上在黄马俱乐部和克罗地亚国家队,莫德里奇都是攻防枢牛。 如果说有谁能在今年挑战梅罗统治世界足坛格局,那绝对是莫德里奇。 也就是说,在塞罗离开希甲,而黄马并未引进强远的现实条件下,莫德里奇成为了黄马延续金球传统的希望。 梅罗时代终究要结束,黄马的天,他不了过去十年。 菲罗和梅西成为国际足坛的绝带双交,两人垄断了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 这种局面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也是后来者很难企及的高度。 梅西已经31岁,菲罗已经33岁。 两个人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的时代终究会到来。 莫德里奇、拉莫斯、克罗斯,他们曾是金球奖名单里的候选者,伊斯科、埃森西奥、法拉奈,他们是金球级的中间力量。 而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厄德高,将是下一代金球奖的争夺者。 借着斯伊罗离开西角的契机,足坛的格局或许会因此发生显著的变化,一个方面正是在于皇马的极战力,将随着斯伊罗的离去而面临年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欧洲足球至高荣耀的欧冠军,或许将在明年夏天改朝换代,而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头衔改换门庭。 但对于皇马来说,即便是没有金球先生坐镇,但镇中依然拥有克罗斯、莫泽里奇、伊斯科、阿森西奥、法拉内等各挑战线上的顶级巨星。 在接下来的赛季里,他们将成为皇马维护欧洲足坛王朝格局的中间力量。 雷西和斯伊罗的时代终究要过去,对于皇马和巴萨如此,对于整个足坛同样如此,没有金球先生他不了先。 只是下一步开始,皇马先走上这一步。 ZN的脸则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分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